那时 所有的碎利和罪人都过来听他讲话 法利塞人和经思 便私下议论起来 说 这个人竟接待罪人 患跟他们一起吃饭 于是 耶稣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 你们中间岁约有一百只羊 走失了其中一只 难道他不会把九十九只留在荒野 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 直到找到吗 找着了 便欢喜地把羊刚在肩上 返回家里 呼唤朋友轮人来 说 和我一同欢喜吧 因为那只走失的羊 我找回了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同样为他欢喜 胜过为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二人 或者 有那个女人 约他由十个银币 丢失了一个 难道他不会点上灯 清素房间 仔细搜寻 直至找到吗 找着了 便呼唤女友 和伦人来 说 和我一同欢喜吧 因为那凉失的约他 因为那凉失的钱币 我找回了 我对你们说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主的众天使 也同样为他欢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